大家好,我叫兰娜丸西 我参加了暑期实习 现在在中郊集团建筑管理工程助理岗位 在实习过程中 我对检震降噪这块产生了疑问 所以我去向办公室的导师请教了这个问题 这个钢轨上面有一个钢轨的吸震器 把振动传导到导师扣建整幕 周边的续型就不得把这些振动给过滤掉 那尾刀上的生平章是怎么解决的 下面这一段的话 整条铁轨路都已经用全封闭的生平章把它封闭起来了 我们的专业都是在教室里画图 是没有机会到现场能看到的 所以给了我们一个良好的实地考察的机会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 我了解到公司对施工工艺的严谨性 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 我会把图纸研究得更加完善 画得也更加严谨一些 来减少施工的一个难度 交融天下见者无疆 要感谢所有建设者无私伟大的奉献精神 推动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给了我们一个更加美好的环境